同学们好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法语课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学习因素 同时我们要学一小部分的语法 一小部分的语法知识 我们要学主语人称代词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也接触一下法语的动词辩位 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一直有所感触 就是说这法语都说动词辩位很难 今天我们接触一点点 接触一点点 看看时间允许不允许 好吧 好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法语课 那么我们今天的法语课 首先一个 我们把上一次的发音 我们复习一个 这个就是因素A 发音是A A 比较短促 类似英文的第一个字母 ABCD的A 比较短促 A 上次我们也学过了 我今天把后面的这几个单词 再给大家读一下 我带着 我读就可以 大家听一听 自己在课下 学的这个 自己在课下 自己面的 符合不符合 发的对还是不对 第一个词 不好意思 A对 A对 第二个呢 是ER 在单词的最后面 Marché Marché Léger Léger OK 再有EZ 在词尾 N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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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 Asse 下面 这个词啊 发音大家注意 可能有从前 搞不明白 它怎么出来的 这个音 首先这个是个E 这个E 在这里边发E的音 P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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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A P A 发音是 P A 下面这个 Je Marché Je Marché 好 最后 不是最后 下面这个 Es 那最好发了 在少数单音节词中 单音节词怎么解释啊 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发音 Le Le D D 这是单音节词 单音节词一般都很短 单音节词下去一个音节 它不可能特别的长 剩下一堆全部发音 这也少见 这也少见 好 下面 在词首 这几个组合 大家得记下来啊 实际上很像 大家能够摸出其中的规律 第一个单词 我已经用颜色给它划分出它的音节了 Desce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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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Dessert Dessert 下面一个 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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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t Effet 上节课学习的这个发音 上节课学习这个发音 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 我们也学过了 就是这个 E 这个大家也了解 非常的简单 E 但是呢 它的发音呢 更加的紧张有力 什么地方紧张有力 你的口腔的肌肉 这两边 E E E 而不能是E 没有这么长 很短促 很有力 E 好 这个发音非常简单 第一个 Fi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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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Il 很简单 下面这个 这是什么呀 我今天一会儿就要给大家讲 Naive Naive Egoist Egoist Leach Deep Leach Deep OK 好 这是上节课 我们学过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练习 大家看看后面 就是我们要做这种拼读的练习 大家能看清吗 这个字大小 我全评了 应该能看的比较清楚 这个呢 是一个横纵坐标的表示 大家看到横着的是这三个原音的发音 我们都学过 A A E OK 好 竖着的这些个我们还没有学 但是我感觉 这竖着的辅音是辅音的 它的发音非常简单 第一个 我说了你基本都会 F F F 第二个 K K 第三个 L L 第四个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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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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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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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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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发现了吗 发的这几个辅音的发音的时候 气流 从你口腔向外输送的时候 都是比较困难的 都是被你的嘴唇 牙齿 舌头 所阻挡了 甚至还有一些爆破的声音在里面 这就是辅音发音的特点 那么我们把辅音和原音结合到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单词的发音 那么在法语这种拼读语言当中 拼读语言当中 拼读的能力和技巧 对于你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呢 我们今天就要着重的练习它 好吧 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第一个呢 都是很简单的 F 和A 大家注意看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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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 F Dal 这就是拼读 就像汉语拼音一样 用辅音和原音拼出一个一个音节 然后把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 形成这个单词的发音 给Fair 这个我写错了 应该是另外一个单词 一会儿给大家改一下 这个词念Fair 当时写错了 下面一个 大家注意这个发音 F F和A F F F 后面 For that For that 这也是 Add音 下面 File File 再下面 Finish Finish OK 我把第一行给大家写上了 这是一个拼读的能力 下面请大家自己 把下面的拼出来 你说我不会怎么办 不会没关系 尽量的来拼 我给大家多一点 给个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十分钟都行 一定要自己拼 一会儿我请同学来念 念的时候 你不要管我自己会还是不会 你肯定有很多音发的不对 没关系 一定要大胆的念 好吧 好 我等 稍等 这不上去 OK 好 好 我看看我这个 这个 这个工具 哪在哪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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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道理 你们应该能说话的 就是那个 我呢 就直接找同学来面 不要害怕 不要读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就找人了 有没有司机主动举手的 你不可能都让你面 找一个同学面一行 我们时间也不允许 有举手的吗 胆大的 一个都没有 有开了的 刘敏你来吧 那行 谢谢老师我来念一下 从这开始就可以 从哪一个 从第二行 第二行 嗯 行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下班了 有个同学有疑问 你这个疑问呢 在 这个发音里边 特别明显 有同学第一次上课的同学 可能还没有发现 我估计第二次上课的同学 可能心中早就带着这种疑问 就是 你看这个音标啊 我们没有学这个福音啊 还没有来得及来得及学 但是听我念呢 读 但是你读后面发音的时候 你发现有的发成了歌 发现了吗 尤其是这个 G 我们说法语的时候也经常有 GIS 没有说KS 有吗 有 这是法语的一种发音的一种变化 是清辅音和浊辅音的一种 一种怎么说转换也好啊 或者说浊化也好啊等等等等 他是实际上没有一定之规啊 有的朋友说 那究竟哪个对哪个错 大部分都是浊化 这样说的方便也好听 你要不浊化的话也没人追究你 能听明白 所以这就由于他的这个问题 就产生了口音的问题啊 这个 没关系 更快就有同学退群了 好 下面我看看这个 呃 庭圆章 好老师 那我读吧 您读 声音真好听 来吧 你这次演大了 有点谢谢老师夸讲 不想不想 第三号是吧 第三号 嗯 拉 拉瓦了 拉瓦了 赖 赖 利 利 你是哪儿的人呢 北京人 北京人 不像天津人呢 赖赖都出来了 那好啊 跟您的老乡我还高兴呢 谢谢 但是你发音不对 对 那请您交证 第二个啊 第二个不开玩笑 第二个你这个怎么念的 利 拉瓦了 不不拉瓦后面 这个是吧 赖 赖 不对 注意你这个发的呀 太夸张了 爱 就好像我爱你唱歌剧那种感觉 我爱你呀 赖把这嘴张的 我就收不回来了 但是没有 你记住 你发这个音的时候 他发的 你你们现在能看 等会啊 你们你们应该能看见我的口型吧 能看到 你不能发啊 你不能发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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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别人创了你一件 爱 就那种很紧张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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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刚才发的是口型是这样 爱 太难听了 我夸张了 但是很多 你们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所有 基本上很多初学者 就像我当年一样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毛病 爱 还有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应该念 后面这个单词念 来 C 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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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重音在后面 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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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 例 这就很简单 李 OK 拉罢了这词我写这基本上送分题对吧 你在蒙特利尔住的人 有的人就住在那个岛上 对吧拉罢了 好 下面谁来呀 嗯 这是 swan swan 好的 好的 来 下边来个 Nate No 一张嘴就不容易了 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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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音发什么来着 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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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要张大点你发的是这个 诶 对 那 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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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抓不到你 对不对 我也抓不到你 你把摄像头一关了 没事没事没事 下次下次我再来 不用紧张 鸡很鸡很难得 咱们这二十多个人了 能抬上号都不容易 最后一个你看啊 再度注意这个 看了吗 送气了 这个 他就发 的音了 哪个呢 这三个字母 发 的音 而上面这个 发什么 有的东西说 字典上写着了 好说呢 这个着话的事情 每个人有自己一个习惯 大部分的 你说这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老师 上学的时候就说 有些东西只和议会不可言传 哎呀我们就怕这句话 就听不懂 我们或者说说实话 告诉你们一个 告诉你们一个当老师的一个 就是这个 好像就戳穿 戳穿人家变魔术人的这个 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我就说一句啊 凡是你这个老师告诉你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就是他自己讲不明白了 基本上他自己弄不清楚了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我自己琢磨着 新话说我还没弄明白了 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倒数第三个的那个 那个 那个F要不要发音 我们一会讲啊 你别着急 我们一会讲一个辅音发音 我们一会讲一个辅音发音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你究竟这个辅音 发音还是不发音 好的好的 哎就法语 法语不是说所有辅音都不发音啊 让我找东西啊 不是所有的法语 辅音字母在单词结尾都不发音 当时我们也说了 有的是发音的 有的是有的是要发音的 哪几个发音呢 了发音啊 有的时候这个要发音 这个这个词我前两天 就是还专门 就是有有些事情还真 真跟他那个挂上钩了 他念他念Naf N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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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f是什么的 这个词呢 这个词很少 生活当中用的不多 他是教堂里边那个 那个店 中店 前一段前年几年前 这个巴黎圣母院不是 失火吗 对吧 烧塌了他的那个 那个中店的顶棚吧 啊 你看新闻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词 Naf 给 好 但是前面那个你问题是倒数第三个发音吗 第四倒数第三个发音 那倒数第四个发音吗 不发 不发音 对 耐 耐 不发音这个词 干脆 好 下面一行 谁 朱利亚 朱利亚 好吧 你老师我来念啊 来吧 嗯 爸 爸 爸 被 被了 地 地了 OK 过了吧 过是过了 但是这个 因为这个zoom的问题啊 我这个我我我真是听不大清楚 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音呢发音也是有个熟化的问题 这个发音的音因素我们或者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理解就音标呢 他是发的是 但是他真正发出来的时候呢和那个B和那个B发音是差不多的 但是区别就在于他是轻的他不震动声带 明白吗 所以第一个弹词念吧 但是不要念成吧 哦好的 我懂你意思了 懂我的意思了 懂我的意思了 我还要清楚 没有爆破的 不是不是跟爆破没关系 声带不震动 哦 声带不震动 对 这个是吧 你注意啊 注意这两个音啊 如果我发第二个音注意 大伙都听着 如果我发这个音的话 我发音之前 我生理性的会让我的声带先震动一下 作为一个发音的前哨 嗯 嗯 嗯 而我如果发第一个音的时候 没有 声带没动 最关键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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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嗯 爸 对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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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有的同学问我来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会不会分的这么清楚 我还是那句话 因人而异啊 假如说啊 说说一句开玩笑的话 人说这个老师 你太不严肃了 但是实时 实时机机 是我真遇到的啊 如果这个人感冒了 那基本上你也翻不出来了 他会特别强到 爸 或者是 爸 爸 也是这个音 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他的声带是否震动 是不是重音 这种关键 爸 是轻音 爸爸 这 有的实际上发音 比如特别强的是爸爸 喊的爸爸 这也会有 明白吗 所以 我的中心的原则就是 大家不要纠结于 这种细节 我们不是培养 专业的 给外交部啊 培养翻译的 或者给 培养这个法语的主持人的 播音员的 不是 我们能说话就行了 在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把法语学到了 能把语言表达出来 就OK了 好了 下面这两个呢 时间问题啊 我们不纠结了 我带大家念 《 Eğer trong中女 court》 杀 ak 杀 杀 杀 冰 即 杀 自己 戇 市场 西校 дело 就是你们这段时间可能经常有孩子咳嗽了 感冒发烧了 喝的那个糖浆 注意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看着这个发音听着 不是看着 听着 大霸就是烟草 太逗了 这小孩太逗了 找妈妈去 要再逗了这小孩 我儿子 我们一起上课 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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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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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 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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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两分钟 自己念一下 快速念一下 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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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內服,不是內服,也不是妹服,是內服。 我們先到這裏,這個事情是這個樣子的,同學們,就是我們學的, 我們學的這個語音呢,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它的拼讀。 今天講的是拼讀,所以呢,你把它能夠拼出來,這是最主要的一個。 至於我每個單詞讀的對還是不對,我們當然要追求,你盡量都要讀對了,但是有一兩個錯誤,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就說這些輔音吧,所有的這些輔音我們都沒學呢。 今天就是讓大家接觸接觸,這種拼讀。 好吧,這個也是一些練習,但是我想把它放到後面去。 好,我跟大家講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一直以來呢,有很多朋友跟我說,一直問我這個,我也沒給他那個特別講, 因為沒到時候,我們同學還沒到完全了解這些個,我們叫音符的時候。 那麼現在呢,基本上要接觸到了,再不接觸不行了。 OK,好,我首先說一個。 第一個,我們看這個應該是漢語拼音的二聲吧。 我都忘了,二聲。 在法語當中呢,它叫避音符。 這個避音符中文啊,所有這些個語法現象的這個中文名稱,你不必完全記啊。 而且這段,就這些個東西你也就當了解一下,就行了。 別人要問起你,這上面是什麼東西啊? 那是音符。 音符的出現呢,是有它的各種各樣的原因的啊。 有的是為了發音。 有的是為了一個書寫,一個實態。 有的是有它歷史的原因,在語言學上形成的。 但是現在已經都消失了一些個東西啊。 是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更多的是為了發音和一些個表意來做的。 比如第一個,我們叫做阿克桑。 我們連著念,阿克桑的句。 阿克桑。 阿克桑就是重音,聲音。 重音,發音。 阿克桑。 你這個人有很大的阿克桑。 你口音很重啊。 就是阿克桑。 阿克桑的句。 就是這個我們說的這個二聲。 這個呢,就出現在字母阿上面。 其他的字母上沒有。 你說我歐上面寫一個這個。 法語里邊沒有。 別的語言當中好像有吧。 我不能說那麼絕對。 那麼這個一般啊。 它都是我們還沒有學。 我們叫被動式。 或者說過去時的時候, 要把歐上面寫成這個。 這是一種變化。 這是一種變化。 它只出現在這個歐上面。 別的上面沒有。 有的時候呢, 它不是表示什麼過去時。 比如說我們剛才見過那個夏天。 它就兩個寫法,對嗎? A對。 A對。 它的發音呢。 很簡單啊。 同學們。 只要看到這個發音, 它就是A。 不是I。 是比I張口再小, 比E大的那個A。 就是這個。 然後呢。 這是B音符。 還有下面這三個。 我們叫做長音符。 它的法語的念法叫做Axen C Conflex。 Axen也是這個Axen。 Axen C Conflex。 這個呢。 實際上啊。 在法語的, 我沒寫全啊。 在A、E、O、Y。 這五個原音字母上都有。 都會有這個。 之所以出現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現在沒有這種意義了。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在古法語的寫法當中呢。 在這個比如說, 字母O的旁邊, 還會有另外一個字母。 啊。 但是這個字母呢。 不寫了。 現在。 但是呢。 好像就是為了替住它。 就是這旁邊還有一個字母。 所以我在前面這個字母上面加了。 像這麼一個。 東西。 多餘的。 多餘的字母不寫了。 我就寫上這個。 啊。 呃。 這是一種。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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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深究了。 你就當聽故事一樣。 哦。 有這麼一個故事。 就可以了。 所以說。 呃。 比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 我給大家。 最簡單的例子啊。 嗯。 這個單詞。 啊。 嗯。 我還得找。 再找。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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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注意。 啊。 這個你肯定就知道了。 。 嗯。 嗯。 英語是Hospital。 法語是OB大了。 大家注意。 S沒有了。 對嗎? S沒有了。 實際上它就是。 就像我們說。 哎。 我們拿了一個。 這個單詞。 我們就拿它當一個文物來看。 哦。 能看到。 它是一個化石。 它是從遠古。 當然遠古也就二三百年啊。 二三百年前。 古法語當中是有這個字母的。 後來呢。 就不寫了。 但是呢。 把它做一個標記。 在它前面那個字母上標記一下。 當初。 在它後邊可是還是有一個字母的。 就這個意思。 啊。 就這麼個意思。 所以對咱們學習。 咱們同學來說。 就沒必要知道了。 咱們聽聽就行了。 好吧。 這是這個。 下面這個。 我們叫重名符。 叫阿蚵。 阿蚵。 阿蚵ство。 这个就在前面我和你说 这个阿 阿 于 这三个 三个原因字母上有 一上面没有 一上面没有 它有不同的意思 它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 这个阿 大家注意 我现在想多点 如果只是这么一个 它的意思是法语当中的动词 有我有什么 你有什么 他有什么的第三人称单数的一个变位 讲的是男的他 女的他 就是他有 他有个妹妹 他有个姐姐 OK 那个他单数的他 如果说 等我 等我 就 是法语键盘呢 这个 对 如果是这个阿 他表示这是一个借词 类似于英语的at呀 in呢 等等的一些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是两个不同的单词 OK 还有一个 这个单词 法语当中念 u u的意思是或者 等于呢 英语的 or 但是呢 如果说 我把它写成了 这个词 相当于英语的 这个 我有 我看了 他 有同学问我了 那就念什么 一样 这两个词 念法都一样 明白吗 这两个词 念法 一样 这两个单词 念法 也一样 你如果说 我要把它区分开 我就把它念的不一样 那肯定有一个就错了 OK 那么 由于这件事情 就发现 就产生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现在没有体会 我们当时 年轻的时候 小孩啊 不能说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听了这个话 还是觉得 多省事啊 都一个发音 但是 当你读文章的时候 当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都快疯了 因为发音权一样 你怎么知道 这个乌 而不是那个乌 那你就要根据上下文 去猜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 法语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语言 法语是世界上 最精确的语言 但是 说它精确 是指它在书面的 表达上是精确的 可没说 它在 发音 在口语当中 法语是最精确的 我反而觉得 它是不大精确的语言 那 这是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下面这个 是个软音符 那就很好理解的 同学们 这个软音符啊 就发生在 字母 C上边 如果没有这个软音符 它发的音呢 是 如果有了软音符 它发音是 比如 这儿呢 这个单词 萨 念萨 如果没有软音符 卡 这就是区别 所以 cd la cd 软音符 就这么用 下面一个呢 是分音符 顾名思义 分音符 就是把它 从一个字母组合当中 分开了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 呃 那一符 还有这个 呃 大家一般都要知道 怎么念呢 Noel Noel 所以 Accentema 它的作用 就是把这个 这个字母 这个音 从组合当中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O和E 连起来 是发另外一个音的 E 现在我把它分开了 叫Noel 就是把它拆开了 分音符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理解它 就是分音符 中国人给翻翻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东西 一下就明白了 软音符 分音符 OK 好了 你基本上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啊 那么 花了十几分钟 强调一下这个 是为什么呢 有的同学会纠结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 我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 确实你也要跟 你也需要未来跟别人解释一下 法语上面 很多人形象的说 法语字母上面戴了个小帽子 那小帽子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这么来的 你呢 知道就可以 没有必要去深入研究它 没有需求 好吧 这是在词末发音的 在词末发音的复音字母 在这里 好 下面我们要 看一下 这是法语的 主语人称代词 好好好 我们今天要把它 讲一下 稍等我一会 好 把我儿子安装好了 我们继续 小家 他也很快会学法语的 很快的 好 下面 我们看看 人称代词 就是我们学了半天的法语 那 我上一阶段的课 我们学到 应该好久以后 我才给大家 接触这些东西 有点晚了 有同学跟我抱怨 那是朋友知道我学法语 学了两个月了 还不会说我理他呢 那别着急 我现在让你们就会 这就是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有同学问了 几个问题 大家注意 有几个问题 要跟大家 沟通一下 通过法语的这些主语 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问题 法语是分阴阳性和单复数的 对吧 没错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和你是不分的 你说 女孩子的我怎么说 也按这个念 念什么 看我这口型 可不是 没那么长 男的他 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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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他 爱了 那么大家知道了 只有他 才分 男女 我和你 不分 大家记住这个 不分 但是 我 你 他 和他 有相对应的 复数 我的复数 我们 是什么 努 努 你的复数 你们 是 努 努 这个努 又是 你们 又是 您 这个跟英语 是一脉相承的 对吧 您 他是尊成 但是单数 也是他 所以 动作变位的时候 你虽然也 跟他一块变 但是在句子当中 你会要 想到 他指的是 你们 还是您 OK 好 那么 他们 这个男的 他们和女的 他们 他的读法 怎么读 那个S 怎么 发音吗 不发音 所以 法语的 他和他们 发音是一样的 E 了 E 了 L L L 对 闭上眼听 没区别 不可能 出现区别 出现区别 就麻烦 你读错了 但是呢 他后面有个S 在有些个句子当中呢 他是能听出来的 这个事我们后面再说 不知道 动词 对 有动词 那么有同学问了 你看啊 中文 和英文 都还有另外一个 他 动物的那个他 中文是一个 宝盖的他 对吗 法语怎么办 别着急 法国的老祖宗都想到 动物 也分 阴阳性 所以 雄性的动物 就是E了 雌性的动物 就是爱了 就这么分 就这么分 大家问我 那法语的主语 都在这了吗 不完全 不完全 还有一个 碰到我们在讲 我们先标准化 先讲标准化的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好吧 这是主语 Je du il elle Nou vous il elle 下面一个 动词 变味 la conry gaison la conry gaison 动词 变味 不止法语 欧洲很多语言 动词都要变味 英语的动词 实际上也有变味 只是他呢 已经简化了很多很多 几乎 为零 大家注意 中文 的动词 没有变味 那么表示 动作的实态 比如说过去现在将来 就不是这种写法 英语 法语 这种 我们叫 西欧的 拉丁语 拉丁语系当中 这些个词 他们都是用什么呀 都是用过动词本身的书写变化 来体现出 实态的变化 而中文呢 是通过副词 来体现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讲 根据主语的不同 动词 要根据每个主语 有不同的写法和面法 举例子 这个at 看到了吗 这是动词的原型 我们叫法语当中叫他 中国人自己给的变了一个叫不定是 OK没关系 就是动词原型 at 它的意思就是是 相当于英语的 必动词 但是呢 它根据不同的主语 有不同的写法和念法 我给大家念一下 je s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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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et du et 好了 大家别出声 就听我念 就听我念 都别出声 一会儿给大家念 du et du et i le i le 注意 连诵了 i le 那个l和i 福音和原音 连起来念 i le 不要念 i 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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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somme nusomme nusomme u zette u zette i le song i le song 这个somme 后面那个d 不发音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大家底下念一念这个 je suis du et i le el nusomme u zette i le song i le song 好吧 我呢会 我已经把前三次课的视频 都已经放在YouTube上了 呃 同学们可以去看 然后今天的这个呢 我抓点紧 我看看 那个周末 我要是没有加班的话 我就能把他上函上去了 啊 老师 嗯 您能把那个动词变位 这个写出 把那个法语这个 也写出来 动词变位 好 等会儿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动词变位这几个字 给他 对 对 给他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等会儿 等会儿 提笔忘做 提笔忘做 因为你用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他有很多东西变位的网站 行行 好 谢谢老师 对 没关系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变位 你一时半会儿记不住 你可以去查 这个不丢人 很多同学说 你可不就查呗 不查怎么办 谢谢 谢谢老师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你可可以推荐 一本APP字典 就可以装在手机上 APP的字典 可以查来着 APP的字典我还真不知道 说实话 你APP的字典 你法语助手 比如说啊 比如说法语助手 那是中国人编的法语助手 是他那个网站 他你查一下法语助手 他的网网网站的名字是 FRDIC.com FRDIC.com 我没有这个 我有时查查的话 我就用那个 我就用那个 苹果手机上带着 有一个translator google translator 我就用那个查一下就完了 你如果说APP查的话 我觉得就这两个就就可以了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话我们九点钟了 我们就下课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没关系 回家行念 我再多说一句啊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回家去念 念的时候 用手机给自己的音录下来 然后自己放着听 你就知道你 你读出来的声音 有多么五颜六色 然后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读的 你自己再反复的读 反复的念 一定要录下来自己的发音 然后放给自己听 好吧 把心脏强大一点 OK 谢谢老师 谢谢